咖啡菜收的幾桌都到了 不過你看到這片咖啡香 是在他當地出名的鹿角鄉 因為在鹿角鄉都會鑽到地球老化 土馬生化 因此咖啡榮賴為國 在九二一大地人後 開始轉型做咖啡手 他表示 鹿角的土馬到去後 不只適合地鄉成長 也是做咖啡的好處 海拔本來是咖啡手熱帶樹種 因為我們這裡雖然有比較冷 但是我們海拔比較高 所以它的品質比較好 但是相對的 海拔比較高 它的品質水平比較好 但是它的產量就相對減少 當地咖啡的好品質 連續飯店十五年的學生來延續 都回來跟高雄做農 在這裡開一間咖啡店 他也來分享出新經驗 買茶跟買咖啡不一樣的地方 他可能 譬如說我們開個店 然後藉由這個店 然後提供一個媒介 一個中介的角色 然後讓消費者來這裡喝咖啡 然後如果他喜歡 然後他就會購買 然後帶回家 但是如果他真的還 譬如說口感上不是他很滿意的 那至少他會來這裡消費 對 所以說它的產值 它的咖啡的產值 會比茶葉來得好 當時咖啡農來允許在出 買咖啡不只是賣產品 最重要的是好民眾 喝了一杯好咖啡 還可以享受咖啡的氣氛和好物 其實來這個應該是說 這兩個茶葉跟咖啡之間 最大不同是在於說 茶葉只是賣一個商品 但是咖啡除了賣商品之外 還有賣我們創造出的環境 的氛圍的服務 那一個整體營造 那個可能是跟茶葉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今年來露國旅行做咖啡 但是最欠缺的也是消費通路 咖啡農來連續表示 雖然當中咖啡好喝 所以很多人可以享受 也希望農政黨委 可以來介入富多和行銷 記者王主主 茶葉報道